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小溪,那好久不见了 今天呢是想来再给大家拍一个关于我笔带里笔的视频 因为上一个视频呢拍了,然后我觉得大家看了很多 但是有人给我提意见说就是能不能加一些笔的试色就更好了 那今天就准备拍一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类似于试色一样 那笔都在这个笔带里啦 那我们一点点来看吧 这是无音良品的一个暗洞灰色的 那忘说了我今天用的本子呢是这个Note4的 一本文库大小的本子三合一的 那我今天就准备用这个来了 那我就开始一点点写给你们看 就是关于这个的试色 那首先是这个MUJI的灰色写 是0.5粗细的 灰色一般性在我的笔记里面用的会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比较比较那种冷冷色系 就看着也比较能够尽心 所以的话会买这个灰色 那与枝同类的还有就是 斑马西布拉的这些食物里面的灰色 听说也很好用 就没有买过 所以一直在用这只 那看下一只 这个是樱花的勾线笔 我不太会画画 但是勾线笔还是会买的 因为写笔记的时候有时候要画画 要用到勾线笔 这支是005 这个应该是防水的 写笔记的时候用起来会比较好 就005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写笔记啊或者勾线用 当然那些专业的可能会买各种不同的那个型号码 就为了他们自己用起来比较顺手 下一支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30的一支暗洞 是0.38的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系列 因为它是一个Hello Kitty的限定的系列 那我应该还有一支笔带里还放一支红色的 这支是红色的 然后这支是黑色的 就我现在目前写作业等等很喜欢用它 就是比较平常的笔 然后这个笔的话笔壳一直比较贵 所以我后来还买了很多笔心 那这些都比较偏日常的颜色 那这个是斑马JJ15的一套复古色系 这我放笔带里用的是酒红色嘛 因为我最喜欢这套里面的酒红色 非常的大气 目前写笔记也会用的比较多 啊JJ15应该是 写手照啊做复古风格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用它 给你们双尾拉一下 我觉得我今天写的字好丑 因为我是站着写的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支 百乐78G加 我买的是大红色的F肩 因为好像说这支的EF肩就特别的细 我是用来写日常作业的 所以就买了个F肩 里面灌的是Lemi的黑色 我一般的日常写作业如果用到这个钢笔的话 是用这个写的 有时候写笔记也会用这个来写 下一支给大家看一支这个钢笔 是Lemi的 Lemi和Line合作款 这支是布朗熊的 然后我里面灌的是百乐的西梢 这支是买了就是非常喜欢 然后当时正好以后我就去 学校旁边的那个林美专柜预订了 这支是 哎呀前面写错 这是F肩 不是EF肩 我要写什么来着这里 我好像忘记我要写什么了 我应该是要写墨水 这支真的好操啊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就脑子里完全不知道要讲一些什么 那这个是西梢 百乐的里面我很喜欢西梢和秋莹这两个色 就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好看 稍后我决定用这个来给大家写一段话呀或者什么的 呃接下来介绍的是这个 班马西布拉的这个荧光笔很大众的一个 然后这支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颜色 我叫它叫桃红色 虽然不知道你们叫它叫什么 但我就喜欢叫它桃红色 仿佛是口红色号一样 啊 然后 这个是很久以前 我给大家就在有一支视频里面 露过面的 那个无印良品的小毛笔 实体垫满应该是二十软吧 这个支架有点抖 被我刚刚晃到了 我觉得今天字真的超级的丑 呃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是班马的那个 拔帽的黑色0.5 其实我更喜欢那个 那个0.38的 但是最近家里0.38的好像要用完了 但是我前面的话 因为用了这个的0.38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就用0.5的 不一样很加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的 这支也比较大众了 呃这个 也是这个 班马的Liner的 一个色 我就叫它天蓝色 非常的淡不刺眼 很 非常的不刺眼 滑在书上的感觉很好 就这两个颜色我最近都非常的喜欢 好像剩下来就没有什么了 一个是便签 呃这个便签的话是这样子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一支笔形的嘛 然后撕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样 这后面是有粘性的 就是它这里其实是会有虚线的 然后你就可以 根据你想要的长度 然后撕下这个 然后这后面就是带粘性的 就这么一张 你可以想要撕多长就撕多长 然后你想贴在哪里就这么贴上去 很好用的 这个笔形变签就是这样 它还有T型可以换的 剩下的就真的没有什么了 都是一些像唇膏啊 还有眼药水 固体胶什么的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 关于我目前笔袋里的一些用笔的 一个案例吧 其实最近的笔袋已经被我剪 剪过很多东西了 因为太重了 受不了 就删掉了很多的东西 目前像基本上剩下的笔就是这些 那刚刚说要跟大家 就是写一段字给大家看 那我接下来 就准备开始写字啦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写个句子 那 好啦 就这样写完了 我对个脚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把你的零食都带走 今天是5月21号 我爱你们啦 那这期